《黑赤长脚域》的求爱舞蹈即将上演 里程是如此恩爱缠绵 反嘴欲不甘落后 他也找到了配偶 可谁知闯进一位不速之客 争奉吃醋坏了好事 看来仪式开始之前必须清理场地 驱离各种潜在的竞争者 好事多目 相比黑赤长脚域反嘴欲求爱之舞的结束动作更为激情奔发 在崇明东碳保护区内 有几片生态修复区域 经过贪图植被本土化之力和生静的人工管理 形成了一个个鸟岛 初夏时节 在这些相对封闭的安全环境中 繁殖鸟内营建了一个个小家庭 养育和守护鸟卵是眼下头等大事 而鸟岛上是一柱潮的地方十分抢手 发生摩擦也在所难免 这位霸道的邻居就是普通燕鸥 正式的普通燕鸥可为鸟岛上最大的势力 数量远远超过其他所有繁殖鸟类的总和 它们吵吵嚷嚷 群聚一处 稍有风吹草动 又一起飞上天空 这一窝卵看上去十分特别 和别的种类相比 个儿更大 颜色也更深 主人回来了 这是黑醉鸥 东亚特有鸟类 它们的繁殖地分不去很狭窄 只在中韩两国有发现 而此时正和普通燕鸥一起 挤在同一座鸟岛上 2018年 黑醉鸥才第一次被观察到 在东滩的生态修复区内筑巢产乱 此后 鸟鸟数量稳定增加 每年有一百对左右 使得长江口成为黑醉鸥繁殖地的最南边缘 苗卵的孵化需要二十至三十天 这是简辛苦的工作 需要夫妻双方相互支持 共同承担 一方拂卵时 他的配偶则轮换外出 休息密室 黑醉鸥也到了轮换复旦的时间 一个如此迫不及待 另一个则依依不舍 显然 他们都非常真爱自己的后代 关心鸟卵孵化情况的 不仅有青鸟 还有人类 来自保护区和上海各高校的研究者 他们登上鸟岛 查看信潮 并安装红外相机 更换电池 这边就有点深了 抖的时候就注意一点脚下 你就换这个好了 我把钱拆下来好了 你这边一般就是找到潮之后 先给它打个位点 然后我们会拍张照 去看它的一个卵的数量 还有一些周围的植被 通过不间断的定时监测 可以获制卵的孵化时间 孵化成功率 以及是否有天敌破坏等各种数据 更好地做好保护工作 工作完毕 尽快离开 leursasmitt 不理尽 不理尽 经过二十多天的孵化 普通燕鸥潮里第一批雏鸟破壳了 这些调皮的孩子让其鸟伤头脑筋 孵化近一天 雏鸟就能离巢互动 只要父母不在家 孩子们到处乱跑 这窝巢中最后一枚卵也即将破壳孵化 可普通燕鸥回家后 左顾右盼显得十分紧张 巢中另外两只雏鸟不见了 原来他们躲进了草丛 他赶紧去照顾孩子 可是又放心不下即将孵化的卵 真是顾此事彼 谢天谢地 佩偶终于回来了 收入了 5号 2号 2号 9号 3号 1号 2号 4号 7号 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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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